完全合情合理 完全合情合理 加油 独奧西州之外 还有哪个下工作 哪个去工作 请列举 補助多少钱 其夫妇相反 博却被问到哑口无言 吴英明被怀疑用22万元公款 帮乡长表格故状 传出北检将扩大调查 因为目前看起来各方面 在批评他的都是之前做的 我们还是持续会 给必要的监督 还有协助 会不会觉得大家都在消费他 这个就农委会自己要去处理 该怎么处置 柯文哲推得很快 吴英明引发争议的 还有花1.9万 送7顿蔬果残货给家乡团体 遭北检千分塌自案调查 又被爆出千千后后 花了32万元 麦白货公司礼券 补助家乡活动 以及送民进党 北市党部60瓶洋酒 遭控根本是用北农的钱 替绿营绑装 是一个小白兔 还是说我明明就只 但是我就是硬要这么做 我觉得检调介入调查以后 事实上确实可以让我们知道 到底是整个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 北检基于急着一定要去了解 吴英明的确并不试任 担任这样子的一个总经理的职务 我觉得他应该之所进退 有没有涉及榜庄传出北检统统要查 不排除近一日传唤吴英明 北农相关人员 两百五十万元超级实习生争议不断 再不下台就怕冲击民进党双北选情 接着陈建安欧明轩台北报道 有时称之后 这个标筻可能是有时称之后 是不正硬的